上一集我們在太平玩盡食盡 今集將會由太平經南北大道開一個半小時車 去到香港人最熟悉的檳城 我們當然不會只是帶大家走熱門景點 而是遊走當地人的私房景點 品嘗隱世美食 第一站我們先到檳城島的對岸看美景 當地陀地的朋友就帶我們走一個叫Ford Hill的地方 這個地方說是有大馬狗寨溝之稱 終於上到這裡的最高處 就可以看到整個湖景 真是挺像狗寨溝 一格一格 藍色的 其實這裡並不是一個正式的景點 是一個自駕私房景點 據說這裡以前是一個礦場 廢棄後樓下的坑就成為湖 由於含有豐富的礦物質 所以湖水又南又露 離開Ford Hill穿過濱城大橋向濱島出發 開車進去牧場 城市人很難得有農場體驗 和沙能牧場能夠近距離 親親小動物 走入羊磅裏面 真的很多山羊環境很乾淨 大家可以抱起羊仔拍照 摸一下也可以 全部羊仔都好友善 據說整個牧場有接近140隻山羊 生產羊奶賣至全國 如果你怕羊酥味不敢喝羊奶 來到這裡你可能會改觀 無論羊奶或者羊奶雪糕 竟然沒有酥味 原來和公母羊分開羊 衛生鮮治療有關 不用我說 你看貓仔吃到舔舔你就知道正 天氣很熱 要四五天 四五天 每天曬 一有天氣我就晒 假如天氣不好我就熟 去完牧場之後 順帶去附近的豆購廠 這裡可以見到新鮮的豆購掛滿樹上 又見到正在曬光的豆購 對,豆購塔是喝釀酸的 這裡有很多豆購產品賣 買回香港做手信 最初以為賓神涼野喬生博物館悶悶悶 誰知道進去就發現很漂亮 還有很多東西看 這座大宅金碧輝煌 是以前一位有錢人在1890年建造 這裡曾被Lonely Panda評為世界十大豪宅之一 之前有套電視劇在香港也有播放小涼野 曾經在這裡取景 我發現屋內有很多大鏡 原來是古代的CCTV 可以讓主人家看到屋內每個位置情況 這個偏廳的鏡畫是香港製造 原來Made in Hong Kong當時已經燃燒海外 參觀完之後想延續涼野味道 可以去對面餐廳品嘗涼野糕點 飲咖啡 還可以試著涼野服飾 濱城另一間大宅張拔士故居也很值得參觀 這裡曾經是荷里活電影 楊子晴有份主演的我的超豪男友拍攝場地 由於全家屋都是藍色 所以又稱為藍庫 現在活化成餐廳和酒店 大宅會定時有道賞團 有興趣了解大宅的歷史可以報名 賓城有不少街頭藝術 除了這些著名壁畫之外 在2020年開始 舉辦了賓城國際貨櫃商藝術節 這個稻田貨櫃藝術就是展品之一 當日見到不少遊客 專門自隔離這裡打卡和看看稻田 賓城吃海鮮跟香港不同 我們今天坐船來到魚排海中心吃 吃飯前大家可以走入魚排參觀 不過要小心 不要叉錯腳跌落海 看一下幾大條魚 原來是這裡最出名的龍虎斑 我們這個龍虎斑是由龍等和龍虎斑人工做出來的 沒有野生 工人正忙過不停煮海鮮 全部都新鮮熱烈 哇你看幾大隻蟹 除了海鮮粥和蟹之外 其他海鮮都是無限添加 難怪全部食客的桌子都放滿海鮮 這個魚排的海鮮餐總共有8道菜 嘩 嘩 嘩 嗯 那粥很鮮味 所有蒸河粉們是乾燥尖 可以煮得要食譜 這些酱油 都可以煮得要食譜 吃完也就是煮得要食譜 擦到香港營造 一裏要食譜 但竟然可能食譜 要食譜 一裏要食譜 大家認知蟹粉 要是放湯 要是炒 又或者拌 原來還可以炸 Aqua8自創炸河粉 整個大碗 只此一家 他將本來的沙河粉炸成一粒粒 這一碟就是炸河粉 煮好的炸河粉 吃下去很特別 薄薄脆脆 很香口 加上獻汁 好汁 之後我們還在附近的檔口叫了炸蝦餅吃 想省水省力 一次過吃完檳城的地道美食 來這條八年老街三條路就可以了 蠔煎 雲吞麵 沙爹 炒河粉 什麼都有 這檔特別排長龍 就是八八八 福建麵 連地道人都推介 湯底是用蝦頭熬湯 再加入豬油渣 想多些配料就自己加錢 我見到燒肉這麼漂亮就自己加了 果然沒有令我失望 好了 現在我們就是這樣吃東西了 現在下著雨了 不過呢 很有風味 香港已經沒有機會蹲街邊了 如果你不介意光顧這類檔口 可以來這條街吃鴨肉湯可 老闆娘說 很多香港人特意過來吃 全碗粉都很有肉的鮮甜味 很好吃 吃完碗粉之後 不夠喉 隔離左右還有食店 我就過了對面這間炸物店 又是排隊 全部都是新鮮色炸的 全條街都充滿炸香味 這間店最出名就是五香肉卷和蘿蔔糕 吃完街頭美食 帶大家去吃燕窩 還要在一間有涼野風格的大屋裡吃 這裏慈名燕窩蛋撻 好味又抵食 我還加多了一個生果撻 然後再來一個燕窩椰子凍 好足料 賓城有不少升級酒店 特色住宿給大家選擇 我就選擇了入住喬治市中心的 Jent Hotel 貪圖位置好 出入方便 酒店都包含你泊車位 對於我們自家旅客真的很方便 如果住某些房種 還可以享受這裏的Cup Launch 如果你喜歡度假式酒店 可以選擇香格里拉 Wassassayan酒店 這裏有好美的海灘 又保留好多百年古樹 綠化環境相當好 如果你選擇入住Wassassayan 房間好正有一個露台 外面還有一個浴缸 浸浴時可以放低窗簾 入住Wassayan 另一個福利就是每日都有下午茶炭 銘黃分Cortel 無限酒水和小食供應 今集自駕遊小貼士 就是講下公路旁邊的 中途休息站 香港人對於長途駕駛 不會太多經驗 如果一直踩3-4小時 可能未必太適應 被路是自駕最大敵人 所以大家一覺累就不要死定了 找個地方停一邊休息一下 大馬的高速公路 沿途有大大小小的休息站 大家只要留意R&R的標誌 就代表是休息站 見到牌就準備入線 小型休息站 只有廁所、涼艇和小食車 大型休息站什麼都有 例如Food Court有站 竟然連酒店都有 部分還有Touch and Go-Kart 路費增值站